这是大疆最新发布的mini 5 Pro无人机 为什么我认为它是最适合新手的无人机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首先第一眼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 这次的mini 5 Pro采用了全新的外观颜色设计 从mini 4 Pro的浅白色改为了略带磨砂质感的深灰色 更深的颜色在大疆的设计语言中意味着更专业的设备 这也标志着这次mini 5 Pro正式机身到专业航拍机的行列 仔细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 mini 5 Pro的机身上方多了两个黑色的模块 这两个黑色的模块正是这次新升级的激光雷达系统 再仔细看我们可以发现 摄像头的体积大小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由于这次mini 5 Pro的镜头采用的是一英寸的影像传感器 所以体积明显变得更大了 同时可以发现镜头处有明显的一英寸的标识 从重量方面来讲 mini 5 Pro做到了和mini 4 Pro同样的250克以下的标准 这同样使我们可以更轻松的收纳和携带无人机 甚至可以在收纳好的情况下直接放进口袋里 更小的体积和重量增加了新手带着他出门的意愿 所以出片率也会大大的提升 mini 5 Pro是大疆首次在mini系列中采用了一英寸的影像传感器 再搭配F1.8的大光圈 这使得mini 5 Pro不仅具备了更宽广的动态范围去捕捉光影的细节 还能做到即使在暗光环境下也能拍出更纯净的画面 这对新手来说不仅仅只是画质的提升 同样是拍摄体验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同时mini 5 Pro还新增了一个中焦模式 带来了一个近乎无损的两倍裁切 相比之前mini 4 Pro传统的数码裁切 mini 5 Pro的中焦模式所拍到的画面解析力大幅度提升 可以获得更清晰的画面细节与纹理 这相当于只有一个镜头的mini 5 Pro多了一个48mm的虚拟镜头 可以帮助我们在航拍时轻松放大想要拍摄的画面突出主体 这次mini 5 Pro的云台新支持了225度的横滚旋转 要知道目前这个旋转云台的功能除了mini 5 Pro 就只有无人机里的老大御4 Pro才有 可见这次mini 5 Pro升级的诚意所在了 有了这个功能你也可以轻轻松松一键拍出 盗梦空间这种个性十足的旋转画面了 并且mini 5 Pro也还保留了mini系列独有的无损数拍模式 可以使我们直接拍摄数版的视频 对喜欢在手机上观看内容的小伙伴们十分的友好 从续航时间上来说 这次mini 5 Pro的标配电池可以达到36分钟的续航时间 如果继续追求续航时间的话 还可以选择长续航版电池 续航最长可以达到52分钟 要知道 玉4 Pro的续航时间也才51分钟 mini 5 Pro的长续航电池比喻4 Pro的续航还要再长一分钟 实际测试下来 mini 5 Pro的标准电池可以在日常环境下飞行28分钟左右 长续航电池更是达到了42分钟左右的优秀成绩 像这种级别的续航时长足够新手朋友们畅快体验每一次飞行 在机身存储方面 这次的mini 5 Pro内置了42GB的内存 终于不再是一贯的2GB了 足足提升了有20倍 这意味着就算出门忘记带内存卡了也不用担心 42GB完全足够日常拍摄的使用了 也同样意味着我们节省了一笔购买内存卡的支出 新手朋友们的福音来了 得益于mini 5 Pro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系统 再搭配机身的视觉传感器 这次的mini 5 Pro也终于带来了夜景级的全向主动臂长 就算在夜晚进行航拍飞行时 mini 5 Pro也可以精准识别周围的障碍物 大大减少了作为新手飞行时损坏的几率 同样因为有了这套夜景级的全向臂长 就算在夜间进行一键返航时 它也可以做到精准返航 使得一键返航的功能在夜间返航时更加的安全和高效 并且它还自带新手十分友好的大师镜头和一键短片等自动智能拍摄功能 只需要在遥控器上选择我们需要拍摄的目标 它就会智能地选择高水准的运镜模板 并且自动执行拍摄任务 拍摄任务完成后甚至可以直接出片 剪辑配乐调色等全都帮你搞定 同时mini 5 Pro的全向智能跟随系统也获得了升级 现在拥有了标准、骑行等模式 这使得它可以实时捕捉目标的行动轨迹 保持稳定的速度与距离 实现更加智能的跟随拍摄 mini 5 Pro从全新升级的1英寸影像传感器 再加入云台横滚、夜间级避障和充电舱集电等 高端机型才有的新功能 这次是真的配得上Pro这个称呼了 更加优秀的画质表现 内置丰富的智能自动拍摄功能 以及在智能避障方面的巨大提升 可以说mini 5 Pro正是为新手朋友们量身定制的 第一台无人机选它准没错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 相信看到这里 你对mini 5 Pro的了解会更进一步 那么你是否也同意 mini 5 Pro是最适合新手的无人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我是Marvin 希望有一天能在路上和你相遇